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坦克将彻底退出 对抗路舞台 从此变成战鞭天下 就在最近策划大大调整了不少英雄 今天就跟兄弟们聊一聊 这些改动上线正式负后 会对峡谷产生哪些影响 首先我们看看近期对于连扑的改动 被动新增降低后的战役值 会转化成血量 一二三技能的基础伤害 翻倍看起来是一次巨大加强 大招农夫三拳直接秒脆皮 但由于技能伤害 从额外生命值加成 变成了额外AD加成 实际上是一波削弱 在同一套出装名文下 对比正制服和体验服 经过我们计算后 整体伤害是下降的 与生存能力有关的 二技能护盾和战役值降低后 转化的血量都是受额外血量加成的 虽然被动叠满有20%减伤 但联络玩家都知道 战役值消失的非常快 而且叠满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像哪吒一样 出更多的输出装当战鞭打 那基本上就是个脆皮 可能大招飞在天上的时候就被秒了 化成成新一代的耐摔王 在三个技能基础上接近翻倍 护盾和回血 受额外血量加成的影响情况下 很显然策划大打是想让连坡 多出肉桩去打辅助 特别是大招降低了前期CD 增加了后期CD这一点 我猜可能也是更加鼓励 玩家在前期去开团出节奏 但亚瑟改动同样如此 增加的被动回复效果 站在大招里面回复血量翻倍 但是减少了一技能0.25秒的沉没效果 不能看出改动方向同样是从切C 以及通过沉没限制C位 变成了冲上去打一套 依靠被动回血来扛更多伤害 如果后续队友站在大招里也能回血 那技能加成也变成额外AD 是不是彻底变成了辅助呢 由于坦克技能机制都比较强 所以数值方面一旦要提升 不仅入人局会重新变成坦克荣耀 在职业赛场上同样也可能会超标 所以策划也有意控制坦克数值上的加强 那如果从装备上下手 很可能跟之前反甲一样 最大的受益者是战刺而非坦克 虽然在1月23日体验服更新中 回退了连波部分改动 但由于坦克的改动中 除了白起和八戒 其他坦克在原有出装的情况下 回复量都是降低的 只有出更多的血量装才会更高 但这也侧面反应了 策划大打更想让坦克成为前排扛伤 和限制C位的作用 而不是在一堆人集火下 把C位给直接切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坦克去的 并不是回复能力 而是发育能力 一个没有钱的坦克 回复能力再怎么强 也是被对面大C蒸发的份 这就期待策划大打下一步调整了 兄弟们觉得坦克英雄 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哦 明天发展会 将位